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 GameplayHK 又是我 Leo 和大家討論一下Pokemon GO的攻略 拉帝歐斯和拉帝亞斯就已經在世界各地的道館出現了 究竟拿什麼來打是最好的呢? 這段影片就會跟大家分析一下 這兩兄妹的屬性方面都是一樣的 分別是龍屬和超能力系 所以就算一個月之後他們交換了地方 都是拿回那些小聖靈打就可以了 因為掛哥怕什麼,掛妹都會怕什麼 他們被人欺負的屬性其實都幾多 先說他們不怕的屬性 不怕的有格鬥系、水系、草系、電系、超能力系和火系 全部打都只打得71% 有什麼打是打得入獄的? 分別就是妖精系、幽靈系、惡惡系、龍系、兵系和蟲系 全部打都是大140% 用這些屬性打可以打到生蝦的跳 接下來就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拿什麼的小精靈 打這兩兄妹是最好的 第一隻又是你 神獸的黑星、辦吉拉 總CP排名排第六 普通攻擊和特殊的人都有惡系的必殺技 而且他本身也是惡系的屬性加成 攻擊力又高,防禦力又強 一個字說完,沒得頂 第二隻就是前排出現了無奈的神獸 烈空座 總CP排名排第七 普通攻擊和特殊的人都有龍屬性的絕招 而且本身也是屬龍屬的 所以有屬性加成 不過用他的時候要注意 因為他也是屬龍屬 而那兩兄妹也是龍屬 所以如果剛好那兩兄妹的招式技能都是龍屬的話 大家打大家都會很痛 鬥快打死大家 第三隻就是第一代的準神獸 啟暴龍 總CP排名排第十一 普通攻擊和特殊的人都有龍屬性的絕招 而且他本身屬龍屬 所以用龍屬的絕招也有屬性加成 如果之前社群日你有捉過的話 而你的必殺技就會有一招龍屬最強的必殺技 流星群 拿這一招打他們真的非常有效 扣他的血真的扣不少 但是他跟裂空座一樣都是龍屬性 所以也是用自己的生命來換他的生命 第四隻就是暴龍 總CP排名排第十二 只是僅次於啟暴龍 也一樣普通攻擊和特殊技能都有龍屬絕招 本身屬龍屬有屬性加成 而且他特殊的人的龍屬絕招 就是龍屬最強的必殺流星群 所以也是欺負這兩兄妹 不過他也是龍屬 兩兄妹也欺負他 跟啟暴龍和裂空座一樣 第五隻就是急動鳥 總CP排名排第十四 兩兄妹都是怕兵 而急動鳥隨便拿一招都已經是兵屬性 還有屬性加成 所以打他也是非常痛 特殊技能也有兵屬最強的必殺技暴風雪 不過唯一的缺點就是他比較脆 所以如果用他就什麼都不要想 盡量快點輸出 第六隻就是緊鬼 總CP排名排這個57 普通攻擊和特殊技能都有這個幽靈系必殺技 而且特殊技能還有幽靈系最強的必殺技影之球 所以打他兩兄妹都不錯 除了以上這六隻之外還有什麼可以推介 低牙海獅都不錯 總CP排名排第59 屬於兵屬性 普通攻擊和特殊技能也有兵系必殺技 也有屬性加成 而且特殊技能還是兵屬最強的必殺技暴風雪 另外貝貝龍都不錯 普通攻擊和特殊技能也有兵屬絕招 而且必殺技還是兵系最強的必殺技暴風雪 而阿勃梭露普通攻擊和特殊技能也有這個惡系必殺技 不過CP值就低一點不是捱得很久 美納斯CP值就不差 不過普通攻擊就沒有兵系的絕招 特殊技能就有 而且還是兵屬最強的必殺技暴風雪 但是美納斯只屬於水屬 所以兵系技能是沒有屬性加成的 而蓋歐卡就跟美納斯一樣 都只是屬於水屬性 普通攻擊就沒有兵系的絕招 特殊技能就有 也是暴風雪 不過剛剛說過他只屬水屬 所以兵系必殺技就沒有屬性加成 不過性在夠捱得 總CP排名就排第2 超夢夢可以說是最捱得的一隻 總CP排名排第4 超夢夢就屬於超能力系 而那兩兄妹又是超能力系 雙方吃超能力系的技能 都是吃得的71% 可以說是你打我又不痛 我打你又不痛 不過超夢夢有一招可以黑倒他 就是衰老波 不過超夢夢就不屬幽靈系小精靈 所以這一招就沒有屬性加成 而且超夢夢的普通攻擊 就只有超能力系的絕招 所以如果拿超夢夢打 就等於你幫我勾背 我幫你勾背 不過超夢夢的 會不會有指甲不小心刮背 就等於你痛解 五條片就來到這裡 喜歡就給個讚 還有分享給其他朋友 在未來這兩個月打這兩兄妹 都是用這些小精靈 所以好好培育他們 Pokemon GO還有什麼新的資訊 或者攻略都要拍給大家看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